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正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黄沐君晓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上次说到日军二十一军的参谋团 就来到了第五师团的司令部 二十一军的参谋副长佐藤先了大佐 就先是传达了安藤司令官 对于第五师团未来动向的意见 然后聆听了第五师团金村师团长的看法 那么金村这个时候 仍然坚持他的八堂九堂决战论 当时金村师团长是这么陈述的 他说,军司令官对本师团 命令掩护军集结的新任务理当服从 但是究竟在哪一线上 用什么战斗手段来掩护军职集结 勿请完全委任熟悉现场地形和地情的师团长 切勿予以限制 对目前陷入重围的各部队 令其退至雍临附近 重新构筑防御阵地一事 将使全体官兵一起沮丧 相反对于敌军给予战胜的气势 可能使我方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万一如此 如何能掩护军职集结 不仅如此 若是自目前之八堂附近撤退 而集中于雍临附近的小地区 则敌军大可将其一步或者一半来对付本师团 派出大部分兵力 打击在亲县附近登陆的我军主力 因此 为使军主力能够对敌军给予彻底的大的打击 本师团应该以积极的气魄和态势抵抗敌军 迫使敌军无法转移其兵力 将其大部或全部兵力一留于现在的位置 现在要我师团撤退至左同参谋副长所画的地图上之线 并非不服从 而将是无法实行的事情 那么金村师团长的这番论点 听上去似乎言之有理 但是仔细分析 他根本逻辑不通 他最大的弊病族在于 他认为 假如一旦撤离了八堂地区 而集中于雍临附近的小地区 就会让国军将其一步或者一半 对付第五师团 派出大部分的兵力 来打击在亲县附近登陆的二十一军主力 但问题是 为何他所坚持的在九堂地区 就能够达到将国军主力约束住 使之无法转动目的呢 为什么国军不会以其一步或者一半的兵力 来对付在九堂地区的第五师团 而派出大部分的兵力 来打击在日军兵力空虚的南宁 或者是在亲县附近登陆的二十一军主力呢 为了避免国军将日军第五师团牵制住 最好的处置 反而应该是让第五师团的主力和国军脱离接触 让他获得充分的行事自由 然后部队在经过补充休息和重整之后 重新集结于南宁地区 居于一种内线的地位 这样才能利用快速的反应和机动力上的优势 来应付任何一个方向上国军的攻势 金尊想利用积极的气魄和态势抵抗国军 迫使国军无法转移兵力 将国军的大部分兵力溢入于现在的位置 但以当时第五师团的兵力状况和态势来说 他根本就不具备实施决断的能力和条件 那么他的攻势没有办法达成 歼灭国军的基地目的 反而会让第五师团 陷在八堂和九堂地区 更加有利于国军以其一部和一半的兵力 转用于其他地方 要知道九堂和库隆关地区 距离日军的后方基地是很远的 它的补给线很长 金村要想在这个地方进行决战 它是完全违背了军事上的基本原则 那么也许有人会说 金村师团长的这种考虑 是基于对于国军方面的兵力现状 确实了解之后作出的结论 但实际上在日军的记录里 金村师团长的陈述 并没有看到 他对于国军兵力和状况 以及战力持久与否 做出了任何准确的判断 尽管后来的事实 也的确是 国军三十八集团军 对于八堂九堂地区 已经受到严重损失的第五师团 并没有能够继续的进行致命的打击 但是在金村的陈述之中 并没有看到 他对国军的战力有过任何的探讨 在他的陈述中 我们更多看到 金村对于决战的坚持 实际上是一种意欺用事的偏执 而并不是以事实作为根据 不是经过了深色熟虑的军事考虑之后下达 只是因为他的部队 在昆仑关 遭到国军的打败和歼命 作为指挥官的金村 想要报复的这种心理 但非常有趣的是 根据日方的史料记载 当时佐藤参谋副长等人 对于金村的这种决战的看法 居然抱着肯定的态度 他们支持金村的决定 返回了广东 当时同行的参谋 景本少佐 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他写道 九点出发 拜访了金村兵团长的司令部 情况虽然极为紧张 但是兵团长毫无动摇 自然而冷静 很热忱地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全无悲观的看法 目睹营将的风采 敬仰不止 既然如此 何愁之有 那么在得到了返回军司令部的 参谋人员的回报之后 日军21军的安藤司令官 在12月29日 就颁给了第五师团如下的命令 要求第五师团 确保拥领 以及附近的要地 以便转用兵团的推进 那么这个命令并不长 而且没有具体的指示 也就是说 21军司令部 完全放任第五师团 金村师团长自行决定 那么金村呢 就对准备出发九塘地区 对板田支队进行救援的 吉川少将 做出了指示 让他抵达九塘之后 担任该区第一线所有部队的 总指挥官 必须尽力将国军的攻击 击退 而板田 三部连队 由于损失比较大 命令他们退到后方 整理阵容 最前线的补给 务必不顾危险 维持万全 那么在金村的这个指示中 并没有提及 实施积极性的攻势 寻求决战等论定 这就说明 金村实际上 对21军司令部的指示 是做出了妥协和让步 1940年1月1日 凌晨 作为救援 九塘和昆仑关 板田支队的吉川支队 从南宁 往九塘和八塘出发 为了避免陷入 板田支队 但要短少的错误 吉川支队 尽可能的带了 大量的弹药 粮食 土木工具 和建材等前行 这支援军 在上午11点的时候 抵达八塘 吉川支队长 在途经七塘的时候 由台湾步兵 第二连队处 获得了一张 国军使用的 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 这是该连队 第二中队的 安达首家大卫 在战场上所获得的 经过和日军所使用的 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对比 并且在现场 进行对照 发现日军地图的错误很多 日军就利用这张国军的地图 作为基础 进行了八塘一带 地形地貌的观测和侦查 最后呢 吉川支队长 以八塘一带的地形 更为有利于防御固守 所以就下达了决心 不再前进到九塘地区 而是占领八塘两侧 以及北面高地一线 作为收容板田支队的阵地 而后呢 再发展成为第五师团 掩护日军二十一军 进行攻势准备的主要防线 吉川支队呢 利用一月一日和二号的晚上 迅速构入了防御攻势 一月二日下午五点钟 吉川少将 只是第一线的板田支队 在一月三日日落之后 向了八塘以南一线 进行转移 同时为了预防 国军的追击 做出了反击的准备 那么这个时候在九塘方面 国军和日军 仍然在441高地 进行激烈的拉锯争夺战 从一月一日开始呢 国军容易失第二团 增援四孝高地之后 日军呢 对于该团只剩下 近百名战斗人员 所聚守的高地的北侧阵地 发起了数波攻击 不过呢 都在国军骁勇善战的 第二团团长 王波上校的指挥之下 被击退 但是第二团的伤亡也很重 王波团长坚持到了1月2日 因为伤亡过重 而日军的压力日增 那么第二团 已经达到了 所能承受的极限 后来在郑敦国的回忆录里 是这么写的 当时王波给他打电话 对他说 师长 我实在顶不住了 弟兄们快拼光了 你就让我先撤下去 旁边的参部长舒士纯 听到之后 就急切地对郑敦国说 师长 王团不能撤 我们必须和敌人打到底 郑敦国深知 王波的处境 事情不是到了万不得已 这条硬汉 是绝不会想到 在敌人面前撤退的 但是又考虑到 4C1高地万一失守 不只会让荣医师 数日以来的血战 功亏一篑 也会让整个作战 受到严重的影响 所以郑敦国 咬紧牙关 斩精截铁地对王波说 王团长 现在敌我已经决战到了 最后关头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你一定要死死的顶住敌人 等待增援 没有命令 不准放弃阵地 当时王波还在犹豫 那么郑敦国 一看这种情况 就立声下领导 就是剩下最后一兵一卒 您要给我顶下去 丢了阵地 我砍你的头 军令如山 王波在郑敦国 不容置疑的严厉态度中 知道郑敦国 绝不会允许 第二团撤下阵地 所以王波 只好拼命死守 那么知道王波那里的困境 荣医师参谋长舒适存 特意把师部的特务领 传令兵 火夫 等勤务杂役人员 连同自高奋勇参战的 清商人员等 凑齐了一支 180人的突击队 这是荣医师当时 最后一支 可以战斗的队伍 郑敦国命令他们立刻出发 跑步增援 自私要高地 这支突击队 利用了夜色的掩护 悄悄摸进到 日军阵地的背后 然后发起了猛攻 这个时候 441高地上 中日两军 都因为连日的激烈战斗 极度疲劳 双方都是伤亡惨重 日军遭到荣医师 这最后一支 突击部队的攻击 开始不支 同时呢 杜与明这个时候 也督促200师 和新22师各以一步 由441高地的两侧 帮助荣医师的攻击 而补充第一团 则配处给新边22师 由昆龙关方向 攻击441高地 北侧 位于该高地 和昆龙关之间的石桥 那么进攻441高地的日军 有很大一股兵力 是来自于石桥 那么各方面 国军刚开始 都获得了进展 1月3日天亮之后 200师再加入 攻击441高地 日军的左侧背 而炮兵呢 则以一步 放置于枯桃岭上 侧射441高地 反斜面上的日军目标 战到中午 新22师和补充第一团 就攻克了石桥 形势对国军更加有利 1月3日 这也就是日军 集传支队长 要求第一线的 板田支队撤离的日子 可是板田支队 这个时候 遭到了国军的猛烈攻击 441高地的日本守军 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趋势 为了让后撤 能够顺利的实行 日军开始在正面的 六成和六爬一线 展开逆袭 来掩护板田支队各部 做好撤离准备 同时还大量的 释放了崔勒瓦斯 想要扰乱和破坏 国军方面的攻击 和推进的行动 到了1月3日 下午7点 板田支队开始实施撤退 他们以炮兵 伤病员 战斗部队的顺序出发 战斗部队呢 则是以板田 游野三部部队的序列 陆续的脱离阵地 当天晚上 在板田支队 开始撤退的时候 国军各部 仍然对当面的日军阵地 实施攻击 441高地的日军 在撤退之前 还实施了全线的逆袭 大量的释放了毒气 荣医师的最后的突击队 趁着日军逆袭完毕 退回的时候 紧跟其后 在击破了日军的后卫部队之后 正式收复了这个 染满了鲜血的441高地 而其余部队呢 在日军撤离之后 也陆续开进到了 日军所放弃的阵地 根据日方的记载 部分国军 是攻击了空无一人的阵地 还投掷了手段 1月4日天明之后 新22时继续展开 面对酒塘的攻击 攻击部队 跟随在向后撤退的日军之后 扫荡了日军的后卫部队 终于在早上10点30分 正式宣告战争酒塘 而国军的攻击部队 仍然向南推进 在上午11点 抵达了中汉村北侧 酒塘的南端一线 荣医师呢 经过441高地一战之后 伤亡更为惨重 这时候已经无力再战 在当天早上50的时候 奉杜宇明的命令 前往四融以南地区 集结整理 原防区有200师阶梯 那么国军第五军攻下九塘 其中有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日军第五师团 主动向八塘收缩 但这也是因为日军 在第五军连日攻势压力之下 所引发的结果 日军的撤退 似乎并没有被国军方面 所侦查得知 因此当时呢 杜宇明的预想是 日军可能在接受了 进一步的新锐部队的增援之后 会发动反击 所以第五军司令部 下令各师 就429高地 441高地 石桥 六爬六成 扑桃岭一线 迅速的占领阵地 构筑攻势 建立其有效的防线 来预防敌人的反击 441高地争夺战 这是贵南会战 昆仑关作战后期 最惨烈的作战 中日双方 在这个高地上 反复蜡炬 浴血拼杀 双方都是伤亡惨重 在这座441高地的山头上 撒满了荣医师 抗日将士的鲜血 该车市长郑敦国 在回忆录里 写下了当天 赶到441高地视察时 亲眼所见 他写道 昆仑关战役 是中日两国精锐军队间的 一次殊此决战 其激烈程度 为抗战以来所罕见 而在这次战役中 441高地的争夺战 又是往复拉锯最惨烈 时间持续最久 彼此牺牲最为惨重的 一次战斗 战斗结束不久 我带参谋长舒适存 踏着尚未宵禁的硝烟 亲往该高地视察 双目所及 弹剑主峰 及附近的山头上 弹坑累累 子弹壳 炮弹壳 手榴弹的木饼 破损的枪械 比比皆是 草地树木 全被烧毁 没有一块 完好之地 双方很多阵亡官兵的尸体 散握其间 高地北侧 是我军最后聚首的阵地 也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 山脊两侧 敌我死伤遍布 双方阵亡的官兵 交错倒卧在雪坡中 无法插足 沿着高地北侧前行 仅数十公尺的距离之内 我军阵亡将士的遗体 就有近百居 根据汪团长的介绍 这些烈士 是在向敌人反冲击的时候 先后倒下 有不少烈士 虽然早已停止了呼吸 但仍然怒目远征 身躯保持着向敌冲杀 投弹的姿势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一位大个子的士兵 他的左腿已经断了 身上几处弹伤刀痕 军医浸满了紫褐色的血迹 但是一双粗壮的大手 仍然死死地掐住了一个 日军士兵的咽喉 将其压在旗下 显然这位烈士 是负伤之后 又与敌人肉搏牺牲的 目睹这样悲壮的情景 连我这个酒精战场的军人 也不禁落下了热泪 的确可以这么说 昆龙湾战役的胜利 完全是靠抗日将士们的血肉和生命换取 那么日军板田支队 1月3日撤离酒塘 这属于有计划 有准备的转进行动 不像放弃昆龙关时候 走的那么匆忙 于是呢 日军板田支队指挥部 在离开酒塘的时候 尚有时间 将战死者的灵牌 举行召唤祭 而这还在酒塘民居的墙壁上 贴满了所谓的闭环酒塘与蒋军的布告 那么日军的这份布告是这么写的 日军完成作战任务 以凯旋返还酒塘之通告 今次作战 因对我军派遣至酒塘附近之一部 蒋军未及攻击而来 以致发生战断 然我军乃趁此良机 企图一大反击 至此完结 其警备约经五旬 派遣于此地之我军数大队 则善能与蒋军食于师 互相对峙 而继续力斗 特队该地的蒋军 得以比较他方面 做出至今未见之强健奋战 表示敬意 同时并向绝伦无比之我军之坚忍 能将优势之蒋军击退 而将威武宣扬于中外之战功 不惜绝声称赞 但我军对此地之防守 也已到完全击碎蒋军之企图之目的 因是返还蒋军 最后对待九堂附近战死之 日中两军的战士之武勋 赞扬而起其名符 那么有些战士作家呢 经常会引用日军的这个布告 来说日军是以默认其不堪再战 但实际上 日军这个布告的目的 根本就是在夸耀日军武功的强盛 能够以寡击中达成任务 并且实现了击碎蒋军的企图 其中虽然也在赞扬国军第五军 可以比其他方面的国军 做出了至今未见的强奸奋战 但他称赞第五军的目的 是为了突出日军的英文山战 并且声称九堂的撤退 是日军注重将九堂还给了国军 隐害之意就是我不要了才还给你 这份布告呢 后来上程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读完之后引以为耻 并且在军事会议上 一字一句的朗读了出来 那么这份布告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可以让我们一窥 在抗日战场上日本军人的心态 自从七七事变以来 在中国大陆战场上的日本陆军 历次会战都是以少于国军甚多的兵力 能够轻易的击退 数量上占有优势的国军部队 赢得军事作战上的胜利 而且损失呢 也比国军方面低很多 在日军的官方文献中 动不动就宣称国军在战场上的遗失数 不合常理的超出了日军的伤亡 十倍乃至二十倍以上 所以当时日本军方从上到下 都是轻视国军的战斗力 看不起国军部队 在集体意识上 已经塑造出了一种极度膨胀的心态 在这种状况下 一位日军战地指挥官不要说没有达成任务 居然还在国军的面前被迫撤退 这简直可以说是奇耻大辱 那么在九唐昆仑关地区的第五师团 就是面对了这样的耻辱处境 那么第五师团号称是日本陆军精锐的部队 以整个旅团遭遇到如此惨重的损失 而也被迫两次在国军的攻势面前撤退 这让信奉五十道精神的日本军人 是无法忍受的 那么这群非常傲慢的日本军人 在战况失利而撤退的当下 秉承着不愿认输 也不愿意承认现实的这种高傲心态 所以才会写出这样一篇 死鸭子嘴硬的布告 其中的文字 虽然在宣扬日军武功的强盛 但反而却透露出 他战败事实的一个线索 两军敌对作战 胜败兵家常事 如果因为战术上的珍重需求 而进行必要的部署调整 所做的撤退 那么对于一位军事指挥官来说 这是顺理成章的作为 根本没有特别的动机 需要刻意的写一份文告告诉对手 我并没有被你击败 我只是主动退让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只有下意识的感觉到失败 而又不愿意承认的人 才会做出这样无聊的举动 欲盖弥彰 事实上 无论是金村师团长 想在九堂进行决战 之后呢 又不愿意按照21军军司令部的指示 往后撤退30到40公里 乃至到吉川支队 所发布的这篇布告 这都是日军 在面子问题上的产物 那么由此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九堂昆仑关的战斗 日军的确是遭受到了 不折不扣的失败 很有趣的是 第五师团 这是日本陆军 在中国战场上 堪称是老字号的王牌部队 这个师团呢 也是日本陆军 少数号称 摩托化的野战师 在台湾战争爆发之后 还被指派为 是攻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主力之一 但是第五师团 在抗战期间 两次国军师打时 取得胜利的战斗中 都曾经参战 而且都是在战斗中 遭受到损失 而向后撤退的 日军主力部队 一次是在塔尔庄 那次呢 第五师团派出的是 版本支队 那么另外一次呢 就是我们这里所讲到的 昆仑关战斗 所以日军的精锐师团 并不是不能战胜 只不过 当时的中国军人 要想战胜 日军的精锐师团 是要付出巨大大战